那时维尔枪案凶手曝光 参议院进行矽谷银行倒闭听证会 墨西哥移民放火抗疫至40次 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3月28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宇星轮 纳什维尔斯利教会学校昨天发生的大规模枪案震惊全国 三名儿童和三名工作人员不幸死亡 警方今天公布了现场的第一视角影片 清新的看到了枪手在学校内的暴行 以下的画面或将引起您的不适 请斟酌观看 可怕的枪声在昨天响彻了纳什维尔的圣约小学 根据警方的说法 这名28岁的袭击者名叫奥黛利黑尔 他从一个侧门进入 即便学校平时都会锁上侧门 但在他大火力步枪的射击之下 可以看到玻璃门被轻易的轰成了碎片 这名枪手在进入学校之后 就开火杀死了三名儿童和三名工作人员 几分钟之后警察们就进入了学校 今天警方也公布了来自现场警员们的 第一视角影片 他们一个个的检查教室寻找枪手 当他们听到枪声在二楼出现时 急忙冲下案发地 最终发现了这名歹徒 警官雷克斯恩格伯尔特和迈克尔克拉索 成功将歹徒当场击杀 凶手身上配有三支枪 一支AR15步枪和两支9毫米的手枪 随身还携带了30发的弹夹 警方还在枪手的车内发现了一系列的文字 还说她曾经因为情绪紊乱接受过医生的治疗 根据该校校长的说法 枪手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去年毕业于纳什维尔的诺西艺术与设计学院 她的生理性别为女性 但自称为男性 调查人员在枪手的文件中 还发现了被称之为宣言的东西 不过警方还是尚未公布 她行凶的动机到底为何 只是说这名凶手曾经打算 在纳什维尔的另一个地点进行袭击 但她认为该地点的安保措施太多 才改为了容易实施犯罪的学校进行屠杀 此外她还绘制了学校的地图 并制定了相当详细的袭击计划 案发之后围绕着枪支管控的问题 则被再次搬上了台面 但共和党方面态度则较为冷淡 今天议长麦卡锡 在被记者问到枪支问题时 也是匆匆离开 大规模的枪击案 仅仅在今年就已经发生了130起 从2020年到2022年 每年甚至都超过了600起 但在国会 有关于枪支管控的问题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拜登总统缺乏共和党人的支持 就势必无法完成枪支管控的立法 共和党认为这样的禁令是无效的 并且侵犯了人民的宪法权利 随着过去几年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剧增 民主党人表示是时候进行强制投票 两党接下来势必会展开一波激烈的唇枪舌战 拜登总统也呼吁国会采取行动 但在现在分裂的政治环境下 想要加强枪支管控的可能性 也基本微乎其微 随着联邦政府越来越接近债务违约 中院议长麦凯西就如何避免这种结果 催促总统拜登尽快回到谈判桌上 他今天公开致信总统敦促 尽快就削减开支进行谈判 以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二表示 他越来越担心总统拜登 不顾就取消国家债务上限问题进行谈判 他在致总统的一封信中表示 白宫的立场可能对整个国家带来可怕的后果 拜登和他的政党议员 没有就债务上限展开直接谈判 民主党同意必须提高债务上限 而是挑战共和党人 让他们公开提出自己的预算提案 但众议长麦卡锡迄今今为止拒绝这样做 目前财政部已采取非常措施 以避免国家31.4万亿美元的借款授权违约 但这些措施可能最早在6月就会到期 并使美国面临无法兑现所有国债的风险 白宫强调 拜登不愿意仅仅以提高上限作为交换条件 来接受计划削减的计划 但麦卡锡和共和党人坚持认为 它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立法 双方正处于缓慢的碰撞过程中 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 只有包括众议院保守成员在内的自由核心小组 提出了削减议算的蓝图 其中包括恢复2022台年的支出水平 并允许在之后的未来十年内每年增长1% 该计划还包括回收约4000亿美元的 拜登学生贷款减免 并收回所有未动用的新冠资金 而白宫则抓住了这些自由核心小组的提议 称他们将导致危及美国人身安全的重要开支削减 例如削减联邦对地方执法的支持 削减铁路安全检查并危及美国机场的安全 同时增加等待时间在TIC安全检查站 联邦金融监管机构 今明两天之内将会在国会出面接受问询 主要的问题自然也就围绕着 导致西国银行和签名银行崩溃的原因 国会调查人员希望能获得答案 而联邦政府则正在努力巩固银行业 并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的危机 联邦金融监管机构 今天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接受了问询 国会两院的立法者们 对本月早些时候 导致西股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的原因 展开了正式的调查 联邦储备局的一名高级官员 迈克尔·巴尔说 西股银行的崩溃 其实从高层的混乱就已经出现端倪 巴尔在讲话中还指出 其实自2021年11月以来 西股银行就一直在美联储的雷达之上 当时该银行的利率和流动性风险 就已经被外界所诟病 迈克尔·巴尔还补充说 当那些大储户得知西股银行存在问题时 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撤出了资金 一天之内提取了总计420亿美元 银行尽管连夜借钱 但始终跟不上取款的速度 巴尔还表示 到了第二天早上 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 情况已经变得不可挽回 当储户还计划再提取1000亿美元时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银行所接受的范围 虽然联邦政府已经介入 并且为这两家倒闭的银行提供存款担保 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方案 以帮助防止其他银行发生挤兑 但一些立法者依旧要求监管机构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的银行危机 到昨天为止 此前暴力的西股银行已经被第一公民银行 以16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银行股价也逐渐开始回升 但接下来国会对金融业的调查 依旧会在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下持续进行 全美各地学校的春假来临 伴随而来的出行高峰已经在各个机场显现出来 交通部门的数据显示 今年的春假期间约有1.58亿人将开始旅行 这也让去年假期旅行高峰期间出现瘫痪的航空业 面临着新一轮的考验 春假旅行正在快速的恢复正常 人们可能担心航班会被取消 1月份的崩溃困扰着美国的联邦航空局 假日期间的西南航空公司 以及去年夏天的整个航空业 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警告 空中交通管理管制员的短缺 可能导致今年夏天纽约三个主要机场的延误增加 在那里一个关键的空中交通控制设施 只有54%的人员编制 来自旅游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 许多旅行者对航班中断感到担忧 20%的春假旅行者正在购买额外的旅行保险 这还是在机票价格上涨的基础上 而与2019年相比 这样的数据增长了至少4% 即使如此 行业数据显示 1.58亿美国人将在春假期间飞行 这意味着平均每天至少有260万旅客 最火爆的目的地是拉斯维加斯 奥兰多 凤凰城 洛杉矶和迈阿密 机场部门表示 那里的需求比2019年高出20% 如此之高的数据 以至于官员们要求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机场 而不是通常的两个小时 俄国宣称年底弹药产量翻7倍 休息过后来看火机新闻 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的墨西哥城市移民收容所 昨天晚上发生大火 已至至少44 29伤 而起火原因为部分移民为了抗议 墨国政府要将他们驱逐出境 放火点燃电床而酿成的悲剧 靠近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华雷斯城 一座移民中心 27号晚上发生火灾 起火时间在午夜前不久 当局为此出动消防人员和数十辆救护车 据目击者指出火事已经扑灭 在现场看到一个个装载着遗体的尸袋列成一排 消防与救难人员将多具遗体 停放在国家移民局旗下设施的一个停车场内 并以毯子覆盖 居留中心内很多移民都是委内瑞拉人 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表示 中心内有68名成年男子在设施内 他们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 事件中的29名伤者送往4家医院救治 根据墨西哥宇宙报报道 在火灾发生前数小时 移民官员围捕了一些在街上乞讨的委内瑞拉移民 部分人被送至发生这次火警的移民中心 关于起火原因 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表示 显然是移民们在得知他们将被驱逐出境之后 放火烧床垫泄愤而酿成灾害 许多试图到美国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 正滞留在墨西哥的边境城镇 华雷斯城是其中之一 华雷斯城临近德州边境城市爱尔帕索 国际移民组织最近一份报告指出 自2014年以来 大约有7661名移民在前往美国途中死亡或失踪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今天视察了军工厂 并且宣称到年底 俄国的弹药产量将会增加7倍以上 乌克兰方面 总统泽连斯基前往了苏美地区的奥赫蒂尔卡市 扬言一定会把那些来自俄罗斯的恐怖分子们 选至一把 今天俄罗斯官方发布了一段影片 显示了国防部长绍伊古 视察了车里亚宾斯克和基洛夫地区的一家军工企业 据悉这是一家专门负责制造大口径弹药和炮弹的工厂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还宣称 到了今年年底 某些弹药的产量将会增加7到8倍 他们说俄罗斯正在实施新的目标 以实现现代化和扩大生产力 并希望能够提高整体的劳动力 上周六 俄罗斯总统普廷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 俄罗斯国防工业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 生产的弹药将会比西方国家远助给乌克兰的弹药多三倍以上 俄军的炮火也并未停息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哈尔松政府在今天表示 当地一家医院在昨晚遭到了炮击 炮弹损坏了医院的主楼 砸碎了几乎所有的窗户 并损坏了供暖系统 索性没有平民在这次袭击中受伤 而乌克兰方面也正在积蓄力量 根据该国国防部长在Facebook上发布的影片和文章显示 近期这段时间来自于美国、英国、德国和葡萄牙的坦克 已经陆续踏上了乌克兰的国土 国防部长还称很快通过乌克兰的军队 俄罗斯侵略者将会感受到他们的威力 总统泽连斯基也没有闲着 他在今天访问了苏美的北部地区 还在奥赫蒂尔卡市向曾经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保卫战中的英雄们进行致敬 他回顾了2020年2月一所幼儿园被炮击的悲惨事故 还指出了该市曾经遭受的重大损失和敌人残酷的攻击 他在讲话中说 正义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会原谅对乌克兰人对乌克兰做出的事情 我们将会把所有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凶手、恐怖分子和侵略国本身神之以法 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的墨西哥城市移民收容所 昨天晚上发生大火 以至至少44、29伤 而期货的原因是部分移民为了抗议 墨国政府要将他们驱逐出境 放火点燃了床垫而酿成的悲剧 金正恩亲自前往北韩核武研究所 视察新型战术核武 以及在弹道飞弹上安装弹头的技术 北韩中央通信社在此期间 公布北韩新研发的火山31核弹头照片 金正恩在美国海军航空母舰 今天抵达南韩之际释出最新的威胁讯号 并将先前喊出 核武产量呈指数倍增的承诺 再增加一倍 根据北韩中央通信社的报道 金正恩听取核武研究所官员简报后指示 应随时随地准备好动用这些武器 也呼吁官员们备增所需的武器及核原料 据分析人士 北韩官媒今天发布了一系列核相关报道 表明北韩正准备进行第七次核实验 南韩市中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表示 北韩这次展示一种显著微型化的战术核弹头 接下来北韩利用这些战术核弹头 进行第七次核实的可能性已经提升 专家表示北韩官媒释出的照片 可能表明平壤在微型化弹头方面有所进展 这些弹头威力强大 但体积小到足以安装在 能够打击美国洲际弹道飞弹上 此外南韩总统尹齐悦 今天也指示统一部停止对北韩援助 要明确让北韩知道 如果开发核武 我们一分钱也不会给 不过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随后表示 人道援助至今仍维持 不受政治军事考量影响的一贯原则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在经历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温暖干旱气候之后 加州将在明天迎来新一轮的雷雨风暴天气 国家气象局预报 新一轮的风暴将为南加州带来持续两天的降水 而在北加州 气流还将带来走降的气温 湾区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霜冻预警 在刚刚经历了一个温暖阳光的周末之后 加州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风暴侵袭 这波来自太平洋的风暴气流 经过不断的加强之后 将在周三抵达南加州 为这里带来至少两天以上的降雨 根据气象预报 文图拉县北部和圣盖坡山脉西部的风力预报 已经从今晚开始生效 国家气象局称 南加州地区29日清晨会开始有降雨 气象学家指出雨有时会很大 29日和30日还可能出现雷暴天气 同时29日的降雪可能低至2500尺 将影响通过5号公路附近的葡萄藤地区 以及其他海拔更高的高架公路亭通行 而在北加州 湾区气象部门已经提前发布了降温预告 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霜冻 跟几天前的温暖天气形成鲜明的对比 国家气象局警告居民 在强风期间 驾驶条件更加危险 预计某些地区的阵风最高 可达到每小时55英里 可能引发树木倒塌和停电等突发事件 民众应该尽很早做好一些防范准备 不过在经历了加州 有记录最潮湿的冬季之后 加州州长纽森近日宣布 将取消加州部分地区 自2021年以来的干旱县令 并大幅增加替2700万人 服务水局机构的供水量 据悉在今年雨季来临前 加州正面临有记录以来 最干旱的三年 水库干涸供水量大幅减少 而从今年年初开始的 一系列冬季风暴 帮助缓解了该州的极端干旱 内化达山脉也出现了 创纪录的积雪量 官员表示 加州水务机构 原本今年只准备从州水利 计划中获得35%的供应 而如今可以获得了75% 尽管如此 南加州的另一条主要水源 科罗拉多河仍处于可怕的状态 这条河大约替4000万人提供水源 由于干旱和过度使用 使其水库的水位处于极度危险的位置 水资源官员警告 密德湖可能很快就跌破其最低取水值 从而切断美国西部的供水 加州议会在昨天下午 以超快的速度通过了一项 仅在一周前提出的法案 该法案授权政府在石油公司 胡乱哄抬价格的时候 惩罚他们 而这是这一类法案的全国首例 法案要求石油公司 必须向一个新的州政府机构提出报告 去年12月 加州油价均价涨到6.44美元一加轮 这让友谊明年问鼎 总统大位的加州州长纽森 开始执意推动惩罚石油公司的法案 让政府对他们新增一个税收 以惩罚他们胡乱哄抬价格 议员们担心新训法可能会导致货源减少 因此拒绝了增税建议 但同意让加州能源委员会惩罚石油公司 不过就在本周一 纽森州长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上周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之后 立法部门周一迅速通过了该法案 事实上 该法案的重点不在于政府可能罚款的多少 而是在于要求石油公司 必须向一个新的州政府机构提出报告 这个机构能够检视及调查石油市场 同时有权召唤石油公司的经理进行听证 一位众议员表示 如果他们必须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 他们就不会因此欺诈消费者 根据报道 加州的石油行业去年获得了巨额利润 但他们在此前大流行期间 则遭受了巨额的亏损 当时更多的人待在家里 而更少的人在路上 西部各州石油协会的负责人 在得到消息后表示 加州的高油价是数十年公共政策决定的结果 这些决定使该州成为全球石油市场上的孤岛 并将许多炼油厂赶出了加州 他指出 加州没有将石油输送到该州的管道 这意味着他必须从海洋中运输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 而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成本 不过对此 纽珍州长表示并不买账 预计他将于周二正式签署这个法案 并表示 该州的油企供应充足 不存在所谓的供应问题 他还指出数据显示 加州的炼油厂去年将12%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州销售 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纽约为您带来3月28日星期二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大盘今早涨跌不一 道指上涨了于100点 美债收益率继续攀升 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重新升至4%以上 市场再度担心美联储加息可能将经济推入衰退 3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略超预期 道指周二先升后跌 中段回落超过了100点 纳指下跌了于1% 在今天收盘时三大股只均有小幅的下跌 收盘时 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7点 收报32394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2点 收报11716点 标普还指数则是下跌了6点 最后收报3971点 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公布的标普房价指数显示 1月份的全美房价年增3.8% 升幅低于前一个月的5.6% 该指数已比去年6月的记录高点 回跌了3% 美国房价持续走低之际 卖家降价出售的态势更加明显 美国去年底和今年1月的房贷利率 从去年11月的高点稍微的下滑 也使部分购房者有更多的筹码 可以谈价格 业界人士指出 尽管银行业出现动荡 但是美联储将继续聚焦于 抗通膨的目标 这意味着基准利率在近期之内 可能维持在高档 因此至少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 抵押贷款融资情况和经济疲软的展望 将使房价承压 美国3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意外的改善 得益于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变得更加乐观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份该指数升至104.2 经济学家预测的中值是101 反映消费者对未来六个月前景展望的预期指数 攀升至73 现况指数则跌至151.1 各股方面的消息 中国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将设立六大业务集团 和多家业务公司 并允许具备条件的业务可以独立融资上市 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 这是阿里巴巴创办24年来最重要的一次组织变革 张勇今天宣布启动一加六加N的组织变革 根据方案在集团之下将设立阿里云智能 淘宝天猫商业 本地生活 菜鸟 国际数字商业 大文鱼等六大业务和多家业务公司 业务集团和业务公司将分别成立董事会 实行各集团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 阿里巴巴集团则将全面实行碰股公司管理 受到阿里改组消息的鼓舞 阿里巴巴的股票在纽约股市开盘前的交易中 暴增了6% 在今天收盘时公司的股价继续攀升 收报每股98.4元上涨了14.2% 硅谷银行签名银行今天恢复交易 股票复牌之后均暴跌了超过99% 股价从停牌前的106.4美元和70美元 分别跌至0.36元和0.19元 两家银行的股票现在已经进入了OTC市场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 在破产危机爆发之前 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的总资产规模 分别高达2120亿美元和1104亿美元 就在复牌前的一天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声明说 第一公民银行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完成对硅谷银行的收购谈判 将承接硅谷银行的所有存款和贷款 存款保险基金在硅谷银行破产之后的支出 约为200亿美元 这笔收购落地之后 第一公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将扩大一倍以上 规模略低于美联储认为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门槛 另外根据美联储的数据 第一公民银行将成为美国最大的15家银行之一 资产超过了摩根士丹利和美国运通 在今天收盘时 硅谷银行的股价是下跌了44.9% 收报每股0.2元 签名银行的股价则是下跌了74% 收报每股0.1元 以上就是华尔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明代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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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以上就是今天3月28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